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6月29 星期一 章午節過了 密西根也大概真的正式進入夏天了 我在外頭在陽光明媚的陽傘底下 在這裡陪大家一起繼續讀經 今天是看以賽亞書46章 彼勒屈身 尼波挽咬 彼勒是巴比倫的假神偶像的名字 彼勒跟巴勒斯坦地區的巴利 基本上是同樣的意思 彼勒他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 所以他們把彼勒當主 尼波是彼勒的兒子 尼波是所謂的智慧之神 他們每年巴比倫會有一個節起 然後尼波會發出預言 會好像占卜一樣把那年的情形寫出來 那可憐的就是巴比倫 雖然有這些神保護他們 還是慘敗 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來嘲笑他 46章1到2節這邊基本上 彼勒在嘲笑在指出偶像的可笑 彼勒屈身 尼波挽咬被打敗了 巴比倫的偶像陀在獸和牲畜上 他們要逃的時候 這個偶像反而成了重丹 他們所抬了成了重陀 使牲畢乏笨 那要保護他們 供應他們 滋養他們 照顧他們的神 結果變成需要被照顧的 還要被牲畜拉著 牲畜也拉不動 都一同彎腰屈身 不能保全重陀 自己倒被擄去 這個可憐的偶像 巴比倫要被審判 巴比倫的偶像也要被上帝審判 第三節 亞克家 以色列家 一切剩餘的要聽我言 這個剩餘的漁民 The remnant The leftover 剩下來的 那個被從火中抽出來 剩下的那根柴 是上帝所保留的漁民 在強調那是像 以利亞所見到的意象 上帝跟她說 我有七千個為成像巴黎下拜的 漁民 主說你們自從生下 就蒙我寶寶 自從出胎便蒙我懷踹 這個主說 我們生下來的時候 他就抱著我們 也就是 是對他選民 對他漁民 對他的選民 對他的選民 他是這樣子保護他們 就像亞克當年 第一次在天梯遇見主一樣 主一直保守著他 他也要保守所有真正的屬以色列 真正的屬神的百姓 直到你們年老 我仍這樣 直到你們髮白 我仍懷踹 這個主把我們抱在懷中的這一個景象 我們會擔憂我們老的時候會怎麼辦 但主說我要抱著你們 我以造作也必寶寶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這個跟巴比倫的這個偶像 比利比勒尼波就很巨大的差別 所以巴比倫的偶像 你得扛著他 你得抱著他 你得放在驴子上面 這一個 耶和華主上帝 就抱著我們 托付 托著我們 引導著我們 這真的是很大的差別 我們的宗教不是 勞力的宗教 我們的宗教不是 勞苦的宗教 我不太喜歡每一次講故事 就把什麼宗教士啊 把哪一個聖人講得好像很 他們做了多大的犧牲奉獻 雖然是好像感覺上是 可是與祖所奉獻的他的生命比起來 我們真的沒有做什麼 我們常常中國人常覺得戴德昇 好像為中國付出了很多 他的名言是我若有一千兩英鎊 也不留下一棒給自己 都要給中國 我們聽起來好像很感人 是這些聖徒 歷代聖徒好像一切獻上給主 可是與祖所給我們的 相比實在是差太多 我們給了一點 真的沒有什麼可誇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宗教 我們所信的這位神是 是祂拖住我們的 不是我們給祂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別 第五節第六節又說 你們將誰與我相比 與我相等的 你們與我比較 使我們相同 可以與我比較 使我們相同呢 你到底把上帝跟哪一個神相比 到底是我們為祂獻上一切 還是祂sacrifice 把祂至愛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呢 我們把神與誰相比呢 那從囊中抓金子 從天平平英子的人 故銀將製造神像 他們又俯伏又叩拜 造這些好像很盡錢獻上自己一切 他們將神抬起 扛在肩上 安置在定處 祂就站立 不離本位 人呼求祂 祂不能答應 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 這就是世人的偶像 所以你們當想念這事 自己做大丈夫 Be a man Think about it for yourself 這是以賽亞對所有人的挑戰 你不要只聽別人跟你說這個偶像很好 別人跟你說做這個很好 拜這個很好 Be a man Think about it for yourself 自己思考 自己思想 背利人自己思想 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為我是上帝 並無別神 我是上帝 再也沒有能比我的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延明未成的事 就是只有主耶和華能做這種事 說我的仇算必立定 我們人真的沒有人可以講這種話 沒有人敢說我的仇算必立定 那只有主耶和華 他說凡我喜悅的我必成就 還好主是聖結的神 所以祂喜悅的都是聖結的事 那祂喜悅的就必成就 我們多麼希望我們能這樣 但人不能這樣 我照治鳥從東方來 這在表明這個是波斯 他是猛禽 他來從巴比倫東邊 把他把巴比倫吃掉 這種感覺 照那成就我仇算的人 從遠方來 所以這波斯王呢 是被上帝所招來的 我以說出也必成就 我以謀定也必做成 上帝對萬代都有計劃 對從古巴比倫到今天都有計劃 我們今天美國的生活 中國的碰到了所有的情況 都在主的計劃當中 他要做成他的事情 你們這些心中玩梗 遠離公義的當聽我言 我使我的公義臨近 必不遠離 主要來 主要用他的公義來審判 來真正的給我們justice 給我們真正的公義 我的救恩必不遲延 我要為以色列 我的榮耀在西安實行救恩 這是我們的盼望 我們在等候 我們每一天在等候主 來實現來應驗這句話 我們知道主耶穌第一次來了 那我們現在在等他第二次來 我們在等主來實行救恩 所以這是我們每一天生活的盼望 我們每一天的 最可能是最終極的一個等候 就是主要來 在我們這個痛苦的世界裡面 主要來拯救我們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 我們一起做一個禱告 主我們在你面前感恩 謝謝你 不是我們好像用盡一切力量抬著你 而是你把你最愛的兒子 賜給了我們 獨生愛子賜給我們 為了拯救我們 主你抱著我們 你扛著我們 你把我們保護著 直到我們見裡面的日子 主我們謝謝你 我們從年輕到法白 你沒有離棄我們 我們從年輕認識你 或者不認識你 但是直到見裡面的日子 都在你的保守看顧中 謝謝你給我們這樣的安慰 謝謝你給我們這樣的確據 你不是這種人造的偶像 你是造我們的主 我們稱送你讚美你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